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下午时间 1月13日台湾选举结束之后 中共在台湾这次选举绝对输得很惨 虽然说什么国民党 国会似乎好像有一些进展 但是实际上在台湾现在这个行政权才是真正的重要的权利 所以呢 中共现在在全面铺垫 做一个重要铺垫 就是武装统一台湾 武统台湾 这里呢 其实离这个台湾最近的 那首先就是菲律宾和日本 日本的话 现在已经啊 有一些系列的反应 这个1月21日 日本在西南部靠近中国与台湾的路尔岛县 乌九岛实施一次居民疏散演习 这个整个演习说触动了自卫队飞机等国防资源 并描述现场气氛紧张 啊 岛民们对未来感到担忧 整个演习组织大约50个机构模拟 在受到中共国武力攻击时如何实施急救 并将岛民疏散到九州本土雄本县和路尔岛市 你看啊 这个两个月前 这个与那国岛举行了一定制海啸 地震引发海啸需要民众疏散撤离的演习 而这一次啊 演习 这个当时那个演练啊 在与那国岛演习 明着表面上说是因地震海啸 引发海啸 疏散演习 实际上当时的官员说 这演练同样适用于应对北京一旦 试图武力攻击台湾啊 如何疏散撤离该岛居民的紧急状态 所以当时啊 说海啸阴边演习官员说 岛上居民同样也为冲突准备做好 各种啊 防范措施 这个 啊 这一次是直接 是做战争演习 就是受到中共国的攻击的手 导弹攻击 这个啊 你看他 专门将居民 岛民疏散到九州本土 雄本县和路亚岛市 啊 50个机构 啊 如何实施急救 考虑的很详细啊 并且 因为这个 这次演习 让岛上的居民 被未来感到担忧 就是会产生一种恐慌 一般啊 一般 就是如果不知道 关键时刻 他不会 去做这样的演习啊 这样的演习 实际上 说是对 这个当地的居民 绝对会产生 各种恐慌的 会影响房价呀 很多人可能就搬 你看都开始演习了 估计离战争不远了 很多人就 不在那里出了 啊 你看啊 这个 日本 在宫古岛等地 部署二古车三型 反导系统 名上是防备 朝鲜 导弹使者 实际上 仍然是防 防中共过 所以 就是 台湾的选举 结束之后 这日本啊 其实都知道 中共会怎么反应 说白了 这些起 这些步骤 都看得到的 啊 520之前 要么就是 用共产生 威胁恐吓 实在最终 不管用的话 不惜战 这都有可能 这都是很大概率的啊 你怎么看 这个 Nio先生 分享一下 其实看到这一则报道 其实让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慨啊 怎么叫负责任的政府啊 就是说 其实会把老百姓的这所谓的身家安全的财产的这些民众所挂记的事情啊放在他的放在他的施政理念上面 那你对于就是说 呃这个台湾并不是本身来讲并不是说呃那个完全是排除在战争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并不是嘛 所以说其实呃台湾的政府更应该像日本政府这样子在平常的时候都做一些很真确的 然后对于民众这些所谓的真正的生命安全财产这个保护我做到一些确切的一些一些实际上的演练呢 那事实上从呃去年度的万岸演习到现在啊 其实万岸演习就像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曾经说到的根本都是打假球嘛 包括民众该去哪里一个所谓防空避难的一个空间该该最近的应该往哪里跑 然后这个所谓的疏散的这个路线还有本身来讲你这个呃 呃比如说这个后备军人该去哪里报到然后准备去哪里这个呃准备要去哪里这个抵御哦 然后或者是说哪里哪里可以去了解就是说呃最近的一个所谓的不管是自我保护或者是说自我防御的一个一个地点啊或者是集合点都通通都没有嘛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呃一在整个台湾这个氛围好像就是岁月静好事不关己的这种情况下啊 台湾百姓是很麻木的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赖清德虽然说他选上了这个总统可是事实上现在最当要之急的就是说他如何真的在不管是在呃这个所谓的这个就任以后520就任以后他赶快把这些所谓的没有做到的事情赶快利用 虽然说现在台湾股防部可可可被这个信赖度不高但是该做还是得做 就是说赶快去教育台的台湾的百姓如何备战呢 那这个东西哦真的是不求一万就只怕万一啊 那这个东西最重要就是其实真的台湾的政府完全的不作为会让百姓非常的无力啊 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这个呃选完以后 虽然说是一个赖清德可以掌握行政资源的情况下 那更应该要把这个行政资源的这个可运用度哦 把以前没有做的蔡英文没有做的通通要赶快补起来 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不管是美日或者是说在整个第一岛链的局势上面才能真做到一个加分的效果 那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以持续用蔡英文的这种方式的话 或者不管是你说那个什么柯文哲啊或者是那个之前他们也选上 后一都说要要遵循蔡英文这个模式我觉得都是不可行的 所以说其实最终最紧要关头就是还是要把民众这些所谓的优患意识给换起来 那真正的敌我识别也要做出来 那这样对台湾来讲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安全才会有加分的效果 好先换给路德 好这个日本啊现在反应这种迅速的绝对不是啊 过度反应这毫无疑问啊一定是有各种情报得知的 那台湾没半点反应到现在为止啊 现在就是看520之后赖金德做总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啊情况 那日本的这种反应你看啊 它并没有引起啊恐慌 没有引起恐慌为什么呢 因为它知道它背后有啥 有美国是吧 有些人你说是不是 你说日本为啥 啊 他们没有任何啊 就没有导致恐慌 因为它背后有美国的相信真正的科技的实力 相信真正的实力在哪里 因为他们在二战他经历过他知道啊 真正的实力是什么 就台湾 它是没经历过这所以呢 就容易被洗脑 就跟中国大陆的很多一样 以为中共都不得了 就那种感觉 是不是这逻辑啊 分享一下 应该说台湾不是没经历过 因为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台湾也是隶属在日本的那个所谓的统治之下 只是说这个国民党后来在日本战败后 整个这个国民党举家举家刨窜到台湾来 转禁到台湾来 那因为本身来讲台湾也将近你看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有灾 没有任何的灾祸或者是说战争嘛 所以说其实应该说老一辈对战争的那种 那种你说观感啊或经验啊都已经犯态了 所以说现在这一辈的台湾人对于战争是很模糊的 所以说很轻易的为了要偏安啊 为了怕战争啊 所以会被这个国民党忽悠 甚至于有很多医美论啊 最重要其实都有都是这些被不断被媒体所这个鼓吹起来的 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真正因为本身来讲 我们也知道台湾的情况 包括其实像这种在美国也是 在日本也是 在韩国也是 在民主国家都是 就是说这些共产国家都藉由这些媒体的宣传 然后不管是假骗偷 不管是假讯息 这样子 藉由这些数量的泛滥来导致你资讯的错乱 那事实上真正的一个真相反而得不到 那个民众可以去认知到真正的真相 那事实上光这一点就让台湾的很多百姓 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本身来讲 又过于把政治娱乐化的一个结果 那很多东西其实造成台湾的百姓对于政治相当的冷感跟反感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讲去讲穿了对于台湾的这个这个目前的现况 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要去做 只是说真的是旷日废磁啊 那现在最该做的最先做的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台湾岛上的这些居民的这个备战仪式给树立起来 那甚至于要让自己建军整备啊 那这个东西都不是用嘴巴上可以讲的 有很多事情要去落实 所以说美军其实在这里有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挥洒啊 那事实上怎么样合作窗口的对接 还有这个管道的建立啊 都是必须美军在这时候好好地必须跟新的执政团队要去好好地去去理购血 所以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讲就可以玩玩就可以玩事的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很期待这个赖清德政府可以好好在这上面多做加油 好好换给路德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最近啊 这个台湾 这柯明德的这民众党啊 一榜说什么 柯文哲对 对对对对 做票了做票了 这个搞得还挺那个的 一看的背后都是大量的这个推手啊 去传播 都是中共啊 对对对 你台湾老百姓信吗 有人相信吗 能搞得出 能引起啊 像什么他 搞得起 其实讲讲简单一点了 这个 对搞不出来啦 因为本身来讲如果说他说这是做票的话 其实我们讲简单一点 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把它反托回去就好 柯文哲选两次都选上市场了 那他那时候怎么不质疑说 他那时候选票做假了 而且那第二轮的时候他赢的不多 所以说其实他如果说完全就不相信这样那个选举制度的话 他应该之前选上都不要算了嘛 那为什么他选上两次的时候就说人家选区是公平的 那现在他选不上就说人家选举是做票嘛 所以说其实这个逻辑就不通了 其实讲句简单的我们还不用去讲说我们现在台湾的虽然说是很传统的用纸本的方式一张一张票去唱票唱出来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你说要做假当然有可能有些地方有瑕疵 我们没有说完全他都没有瑕疵 可是你说要做到权利都做票做到他的所谓的民众党赢 那为什么不干脆你直接这样讲的话 民众那个民进党他总统做赢 干脆他立法院也都做了超过二分之一就好 为什么还做出这样的结果 所以说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逻辑上不通的 那其实讲出来就是共产党在后面就这些所谓的网络的声量去把这些东西吵 想要去借此来去颠覆这个台湾的政治的安定性 那讲出来就是台湾的百姓也不是白痴啊 选了那么多我们选了20年了 从1996到现在你看都多少年了 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讲穿了台湾百姓已经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变成说是柯文哲自己在那边所谓的一个所谓的悲哀期爱伤期还走不出来到现在变愤怒 那你说台湾百姓对其实他自己扬言2024这次选没有选上以后 他下次还要再来 那其实讲句实在话台湾对于总统这个候选人还有很大的一个 包括他自己的人格的一个特质还有本身他是不是有那个的一个总统的样子 本身来讲之前柯文哲都不穿西装了我一直到选前一个月才开始慢慢把西装往身上加 那你这选后这样的一个德性那大家被你的手脚都被大家看穿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他的信众现在已经搞成变成精致的柯粉了也就是精炼的柯粉的一个情况下 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他那一套就是说你你总是赢的就是你的你对你有利就是你的 那对你不利也你都不认那这样台湾百姓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其实这一套是没有办法在台湾 台湾还有一点这个现在说什么民众党发展什么16岁的以下的吧 还是16岁以上的发展党员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台湾 台湾的这个是合法的就是说台湾在法律规定上16岁以上是可以加入可以加入政党的 那其实本身民众党在他的党纲里面的确16岁就可以就可以加入政党 只是说因为小朋友他们彼此之间爱炫耀的一个关系或藉由数位电子化的一个关系 其实民众党他吸收了很多就是说高中生那这些高中生加入加入民众党是有的 只是柯文哲自己不明明党纲有这样设计又担心会会因为舆论的压力 然后导致他这个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他不断的想承认又不敢承认这样子扭捏作态的一个结果 事实上就他的党纲来讲就法律来讲并不违反 所以说只是说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讲这么早就让小朋友去加入政党到底是不是好的 这是大家可以可以往受公平的事情公共政策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那如果不好就把这法给修掉 那只是说因为现在民众党已经有本身来讲就有进行这校园的一个渗透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学国民党的嘛 可是问题是你如果说法律上并没有更动的话 那目前他这也是合法的啊 所以说其实我我觉得如果就这方面来讲 那也只能尽量要求就台湾的家长 在这这个部分尽量去注意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倾向 可是其实讲穿了 这个大部分都不会 其他党没有16岁以上有没有发展吗 有 可是问题不太成气候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其他党搞不成气候呢 什么原因你说说 不是 每一个党都搞不成气候 为什么 因为高中生他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讯息的获取来源很有限 可是当他们进入大学后 开始有了社团开始有了所谓的辩论社 开始有了各种各种消息以后 他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开始社会面变广了以后 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谁在骗他们嘛 那民众党这种只会这种所谓的 应该说不完全不完全只是靠口号起家的 长久以往的话 他也会去看到很多民众党的这些负面消息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磕粉以后很快就会变成磕黑了 就像台北市市民 你看他他在台北市当了八年的市长 可是当了八年以后 却他的得票率率最低 因为几乎快除了台北市市民 都看穿他的把戏了嘛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 不是说他现在吸收了一大法 那以后就会这样子慢慢长 从小草变成长成一颗很壮的大草 可是问题是他说他要开森友会 他那就不可能成为大树 不可能成为森林嘛 所以说他永远那小草只会被摧袭了 然后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就没有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去看衰他 而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资讯的取得 是否太过于纯一太过于单纯 那如果等到他以后有更多的资讯 然后他视野更开的时候 他自然会去比较的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都会成为磕黑是吧 对对对大部分会变成磕黑对 好的 因为之前那个太阳化运动 他就从学生大学开始的是吧 对其实这个刚好太阳化运动 就是他现在里面有一个叫黄国昌 他像黄国昌本身他的个人特质 也是被立法院应该说讲的简单一点 我们讲的很粗啊叫公干了 这个就是大家都很讨厌他 所以说其实事实上这个黄国昌有可能 我们现在真的亏他就是说有可能 一个黄国昌在民众党的黄国昌促成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合 所以说其实不要去看这个民众党 现在雪上巴西立委 有可能以后变一加一加六了 甚至是小胜利那个都没有声音的都有可能 好的 好咱们这期陆伙节目就到节日 不要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刘先生 谢谢注意观众观看再见